这里是聚集了光之国顶级弹仔小奥特曼的宇宙警卫队 里面有冰冻天才弹仔小迪迦 他能一秒冰冻住一堆怪兽 还有战斗天才弹仔小泽塔 他能轻轻松松秒杀玉米棒子雷德王 宇宙警卫队里面卧虎藏龙没有一个弱者 除了那个躲在角落的弹仔小赛罗 他是最近才加入奥特警卫队的 因为实力太弱 打怪兽时基本都躲在后面 各位大哥们 你们都好厉害呀 怪兽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对手 那当然 你放心吧 有我们在 没有怪兽能伤害到你 弹仔小赛罗实力虽弱 但是嘴巴特别甜 护卫队的其他弹仔小奥特曼都很喜欢他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弹仔小赛罗其实是光之国的隐藏王牌 他是光之国最强奥特曼之一 闪耀黄金小赛罗 他每晚都会出去偷偷消灭怪兽 减轻宇宙警卫队的压力 为了不打击其他弹仔小奥特曼的自信 每天都要装成菜鸟 真是好累啊 咦 白天就是你咬了弹仔小迪加哥哥吧 你们在场的一个都不要跑 小赛罗一招急速光线 直接干掉了所有的怪兽 但是小赛罗不知道的是 有一只怪兽偷偷逃走了 都是废物 一个小赛罗竟然把你们全部消灭了 贝利亚大人饶命啊 我找到小赛罗的弱点了 快说来听听 小赛罗很看重警卫队的弹仔小奥特曼呢 我们可以把那些弹仔小奥特曼给绑了 威胁小赛罗 于是到了第二天 怪兽就偷偷地将警卫队的其他弹仔小奥特曼给抓走了 发现警卫队消失的小赛罗 直冲怪兽军团大本营 被老黑 警卫队的人是不是你抓的 当然是我抓的 想要救他们 你就吃下我新颜值的药丸 吃完后你就会力量全尸 小赛罗想到 平时警卫队的弹仔小奥特曼都对他非常的好 于是小赛罗就吃下了药丸 果然小赛罗真的退化到了最初的弹仔小赛罗状态 想要救人士吧 那就打败接下来我的三波怪兽小弟吧 转眼间 弹仔小赛罗面前就出现了一波可怕的毒液军团 他们向着小赛罗步步紧逼 丧尸力量的小赛罗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就在弹仔小赛罗绝望之时 一个神秘人出现 小赛罗 我很敬重你的选择 为了同伴选择吃下丧尸力量的药丸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如何打败眼前的毒液吧 只要屏幕前的小伙伴发送一波活活活 你就会获得喷火技能 这些毒液大军最怕火焰的力量了 果然 许多小伙伴们发来了活活活 弹仔小赛罗掌握了火焰之力 毒液大军看见火焰 直接吓得落荒而逃了 接着 第二波海怕杰顿小队赶到现场 准备拿下小赛罗 此时的小赛罗已经失去了喷火技能 深陷绝境 弹仔小赛罗 我就好人做到底 再帮你通过第二关吧 海怕杰顿最怕龙卷风技能了 只要屏幕前的小伙伴 评论一波风风风 你就会掌握龙卷风技能 善良的小伙伴又发来了风风风 得到帮助的小赛罗 掌握龙卷风技能 一口气就将面前的海怕杰顿小队 全部吹飞 弹仔小赛罗 最后一关要靠你自己了 我只能帮你到这一步了 接着神秘人就消失了 战场上直接出现一个巨大机器人 样子恐怖极了 他气势汹汹走向弹仔小赛罗 令人惊讶的是 突然他停下了 小赛罗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同时我也很讨厌被老黑 早就不想做他的小敌了 只要你在我面前说上 贝利亚是个大笨蛋 这七个字一百遍 我就算你过关 哎呀 这个机器人虽然长得可怕 但是心地还是蛮善良的 竟然设置的过关条件 这么简单 于是小赛罗就大声地说出 贝利亚是大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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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蛋载小赛罗 足足说了两百遍 小赛罗 你骂贝利亚骂的真是太好了 我临时决定不光给你过关 还要帮你去收拾一下贝利亚 很快 两人便找到了贝利亚 还没等贝利亚开口 机器人就对贝利亚 进行了一顿暴揍 打得贝利亚瘫倒在地 看到这个场景 简直惊呆了 就这样 其他警卫队蛋载小奥特曼 也获救了 他们又可以愉快地 保护地球了